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走那边 对不对 然后他的职儿选哪里呢 他选那个 国土豪子 猴猴 肥沃 草很轻 那边很好 那边有一个城市叫索多玛 对不对 还记得吗 可是他本来是住在索多玛附近 然后又搬 搬 搬 最后就住在索多玛里面 然后来那边打仗 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最后我们讲到两种人生 所以亚伯拉罕跟罗德是很不一样的 罗德是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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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住在索多玛里面 但是亚伯拉罕是 索多玛就是一条鞋带他都不要沾染 他跟他们划清界限 因为索多玛这个城市的人 罪大恶极 所以今天听第二段了 下一段 这一段是在《创世纪》十八章 这里讲什么事情呢 在这里讲到说 有一天 神 耶和华神 还有两个天使 以人的形象来拜访亚伯拉罕 这里讲的有一天是过了很久的 当年亚伯拉罕 就是离开他的家乡 离开哈兰 要到迦南地的时候 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几岁啊 记不记得 亚伯拉罕七十五岁 谁在这边有七十五的 当年亚伯拉罕是七十五岁 神呼召他 对不对 就跟着神走 他就一路跟着神走 现在呢 我们讲的那个 有一天神来拜访他呢 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啊 就是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 有一天 耶和华神 还有两个天使来拜访他 然后亚伯拉罕就热情款待 然后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 明年这个时间我会再来 然后你的妻子萨拉 会给你生一个儿子 哇 大好消息 你们很会算的啦 明年这个时间 他老婆会生儿子 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怀孕 走发了 对不对 就是神迹要发生了 然后之后呢 就是这三个人 就是耶和华神跟两个天使 就从那里起行 要往索多玛去 他们向索多玛观看 就从山上往下去看到索多玛 然后亚伯拉罕也跟他们在一起 要送他们一程 故事就来了 然后耶和华神 这里是讲 耶和华神他自己想了 他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秉行公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于是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 他说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 胜重 声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 查看他们所行的 果然静下那 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 若是不然 我也必知道 这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 那两个天使就转身离开 向索多玛去了 但是亚伯拉罕呢 仍然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就靠近 进前来对神说 神啊 无论善恶你都剿灭吗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剿灭那地方吗 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 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义人和恶人同杀 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他求我 然后耶和华就说 我若在索多玛里 见有五十个义人 我就为他们的缘故 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然后亚伯拉罕就说 我虽是灰尘 还敢对神说话 如果那个城里的五十个义人里面 少了五个呢 你会因为少了五个 就灭全城吗 然后耶和华就说 若在那里见到有四十五个 我也不灭那城 然后亚伯拉罕又接着说 如果四十个呢 神说四十个我也不灭 如果三十个呢 三十个我也不灭 如果二十个呢 如果找到二十个我也不灭 最后亚伯拉罕说 我再求多一次 如果找到十个呢 耶和华神说 我答应你 如果在那个城找到十个义人的话 我也不灭那城 放心了 然后亚伯拉罕就安心回家去了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对不对 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了 从五十 他最后滑到哪里 十耶 厉害不厉害 你们以前啊 现在很少了 以前去买东西 可以讨价还价的 大到买家丝 小到去巴山买菜 都可以讨价还价的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心里想 这个东西我只愿意给两块钱 但是你一定出家说五块钱 对不对 老板五块钱卖不卖 老板说OK啦 五块钱我卖了 老板如果四块钱呢 你就一直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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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到最后两块钱的时候你才买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说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 他是不是心里本来就想说 撒过了撒过了 然后先跟神讲 撒过 看到十个 是不是这样 然后又有人说 亚伯拉罕这样求 其实是因为什么 他的职儿住在那里 他担心他的职儿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 我爸爸妈妈就是这样 他们如果听新闻说 哪里发生火灾 哪里发生水灾 他们都不担心 但是一听到说 美国加利福尼亚 发生水灾 火灾 汉灾 他们特别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姐姐住在那里 所以是不是亚伯拉罕听说 所都嘛 当神说我要下去查看的时候 就是说什么 就等于说 It's the end 知道吗 当神说我要去查看的时候 就是说 神的审判要临到所都嘛了 所以亚伯拉很紧张 他就讨价还价 然后他划到十的时候 他想 应该有十个吧 他算谁呢 罗德他的子儿 他子儿的老婆 还有他们有两个女儿 然后再加上两个女婿 身边家里还有一些仆人 什么 刚刚买买有十个啊 应该不知道 为谁杀的吧 他就划到十个 你说是不是这样子 圣经很有意思 因为它是一个以叙述文讲出来的故事 所以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空间 让我们去想 去进入这个故事 好不好 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就啪啪啪啪讲 从这个故事里头 我们首先要想到的就是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 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先来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第一 第一 这个故事里头有一句话 我很喜欢的 就是神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这个是一个好宝贵 为什么 就是说 神竟然愿意 将他所要做的事情 向他所拣选的人 透露 这个什么 就叫我们中国古人说什么 泄露天机 你知道吗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 天机不可泄露 就是说 上天就是神要做的事情 他先跟你透露 而且他说 我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 我怎么可以不告诉他呢 哇 很棒 至少我觉得很棒 我听到这个我想 神竟然我又走过种眼了 我要做那样的人 我要跟神这么亲密 以至于说 我能够知道神的心意 能够明白 神将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当神让你知道的时候 他就是要让你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 这个是我们人生的 那个意义的升华 你知道吗 做人能够做到这个份上 够了 对不对 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 愿意将他所要做的事情 向他所拣选的人 透露的一位神 第二呢 我们看到神的确听见 被压迫之人的呼声 这里他说 燕华神对亚伯拉罕说 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 慎重声闻于我 这个中文圣经翻得好像很文啾啾 什么叫做声闻于我 其实原文是什么 就是说 他们的罪恶使到 那个人的呼喊的声音 传到神的耳中去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让我们想到 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第一份谋杀案 你还记得吗 第一个谋杀案 就是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 然后神就告诉该隐说 你弟弟的血 在向我喊冤 我听到他的冤情 这告诉我们说 一个话神的确听见 被压迫 被迫害的人的呼喊声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 每一天 在世界的各地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 没有一位听见人冤屈 喊冤的神 我们人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这样的话 活着就是大家去尽情作恶好了 如果没有一个公义的神 听见人的呼声 所以我们的神 知道我们的神 听见人的冤声 这是非常重要 非常大的安慰和盼望 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什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定会报应在你身上 因为神听见 神知道 他一定会审判 那恶人的 阿们 阿们 OK 再下来我们看到什么呢 再下来我们看到他 就是亚伯拉罕跟神 讨价还价的时候 我们更加地明白神 对不对 你会发觉说 哦 原来我们公义的神 他不会未经警告或调查 就毁灭义人的 亚伯拉罕其实在这个祷告里面 讲的话是很经典的 他说审判全地的主 你一定不会让一人跟二人一起被灭亡的 对不对 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怜悯 公义却又怜悯的神 阿们 这是给我们的盼望 给我们的希望 我不知道你啊 我自己是觉得我很需要这样的一位神 因为我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我常常 有些事情明知道不对 哎呀又做了 然后又在神面前 哎呀神了对不起我悔改 然后呢 隔几天又来了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不是神的恩典 我完蛋了 我的神是公义 但是也是怜悯的神 阿们 然后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呢 我们先想一想 我们能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OK 我们换个角度看啊 亚伯拉罕现在已经99岁了 对不对 然后他75岁的时候 神呼召他 他就跟随神走 走了几年了 数学很厉害的 刚好摔一摔 24岁 24年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敬拜耶稣华24年了 OK 请问我们在座的 信主有超过24年的吗 有没有 我不用叫你举手了 你想一想 我在讲你 OK 我们看看亚伯拉罕 他跟着耶稣华走了24年 他的心 已经跟神的那个很合拍 你知道吗 很甘气 跟神很一样了 当神说 我要去查看索多玛的罪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到 审判 然后呢 他想到 要为这些人求 这个是他的心 因为他能够以神的心为心 他为着这些 他在想 索多玛 有没有无辜的人 有没有义人 他们不应该跟这些恶人一起被灭亡的 我要为他们求 我要为他们求 他在求的时候 他甚至想到说 就算是索多玛有很多的坏人 可是 为了这些义人 这十个义人的缘故 神啊 求你怜悯 求你宽限这些坏人 让他们有机会悔改 不要立刻地灭这个城 求你宽限 宽限他们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 后来 在以赛亚先知 几次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说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哇 你要做神的朋友吗 知心才做朋友嘛 对不对 谁是你的朋友 当然是知心地做朋友 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那个 讨价还价的时候 你再来看 你就明白了这个故事 其实 不是亚伯拉罕 改变了神的心意 是透过这个讨价还价 亚伯拉罕明白了神的心意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耶和华神原本就是这样的 如果能够找到十个义人 就不会灭的 但是亚伯拉罕是在那个 讨价还价里头 更深刻地明白说 哦 允论我个神功好 他真的很允议 神不会乐 就很开心去灭一个城 他是除非这里 找不到十个义人 他才会灭的 所以在这个讨价还价当中 是亚伯拉罕明白了神的心意 Amen 在这里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 我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呢 我们呢 我们跟随了神几年呀 我们跟神的心合拍吗 刚才我就说了 耶和华神愿意将他将要做的事情 向他所拣选的人透露 然后神说 我们为什么要跟亚伯拉罕讲呢 因为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 对不对 万国万民的祝福 因为他要成为大国 他要教导他的子孙后代 秉行公义 对不对 其实这个故事 它是连贯的 前面我刚才讲了说 就是说原本 耶和华神来拜访亚伯拉罕做什么 是跟他讲说 明年的这个时候 你的妻子就要生一个儿子 对不对 就是神应许 要透过这个儿子 他要成为大国 子孙后代要很多很多 对不对 然后现在 讲到这个 神要灭所多嘛 然后亚伯拉罕求求求 你看到他的连贯吗 他的连贯就是 神的心意 神的旨意 要成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就是他要成为大国 要使万民因他蒙福 第一 他怎么使万民蒙福呢 他为所多玛 俄摩拉祷告 他为他们求 只要那里找到十个义人 他们今天就不会灭亡 我都说了 当神说他要下去查看的时候 就等于说是 It's the end Time's up 对不对 神的审判要领导了 可是神愿意 听亚伯拉罕祷告 十个义人 他就暂时不灭 所以你看 从这里就看到 亚伯拉罕 怎么样成为万国的祝福 透过他的祷告 祈求 代求 第二 这些罪恶的人 怎么样才能够救呢 怎么样才能够使他们改变过来 不知神 不知灭亡 怎么样才会有义人 才能够找到义人呢 就是要透过 亚伯拉罕的子孙后代 就是一个耶稣基督 从亚伯拉罕这一脉传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整个故事是联合在一起的 明白了吗 但是我在问的是 我们呢 我们又怎么样 神在我们的心意里面是什么 神会不会将他所要做的事情 向我们透露呢 神对你 对我的心意是什么 神说我们要成为万民的祝福 因为我们要使万国万民 因为我们要使万国万民 认识福音 认识耶稣 所以因为这个心意 他会愿意将他将要做的事情 向我们透露 可是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来听新闻的呢 这里我要讲几个例子 两年多前 当那个就是冠病 COVID-19 它有一个变种叫德尔塔 大家还记得吗 现在变得不懂第几代了 那一代叫Delta 德尔塔病毒 那个时候在印度 德尔塔病毒非常的厉害 传到很厉害 死了很多人 你还记得那个新闻吗 但是在那个时候 在网上 有一些我们叫他们网民 这是中国人 他们听到印度 就是那个冠病 传到很厉害 死了很多人 哇 他们幸灾乐祸 他说你看 我们中国的封城管道 这么好 你看 他们没有文化 所以逮谁 竟然网民 竟然说这样的话 我听到我真的是很悲伤 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 仿佛有人比他们惨 他们就好受一些 因为他们封城 封得很惨 蛮辛苦 所以他看新闻 看印度史很多人 会绝对一个 修复地 没有观察吗 哪里可以讲 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你看新闻的时候 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你看到别人受灾的时候 你有没有那种 幸灾乐祸的心情 或者我们会觉得说 哎呀那些人这么坏 应该理应是 被灭亡的 最近有一次也是 我看到一个新闻 心很寒 缅甸军人政府 在今年的泼水节 他们竟然残忍地 袭击了一些的村民 他们正在过新年 小学生在表演节目 就被缅甸军人政府 轰炸机炸死 当国际社会 谴责缅甸政府的时候 他们就说 谁叫他们这些人 跟那个叛军在一起 活该 那些是小孩子 那我们呢 我们会不会因为说 神啊 你赶快审判他们 他们是 不易 最大二级的城市 最大二级的国家 哪怕里面还有一些 无辜的小孩子 谁叫他们 跟他们住在一起 开始 你是这样的心情吗 当你看新闻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你会不会像亚伯拉罕一样 跟神的心合拍 你为他们祷告 你为他们求了没有 我承认 当我在看新闻的时候 每当我听到这种 不公不义的事情 当我听到有政府 压迫他的人民的时候 当我听到有人 无辜禅食的时候 我很生气 我说神啊 公义在哪里 你什么时候 有伸张公义 你什么时候 审判这不义之邦 然后今天这个经文 使我想起了神的话语 彼得后书三章 第八跟第九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一人成仑 乃愿人人悔改 神是给我们机会 弟兄姐妹 神不是在单言 祂是给我们机会 最后 我在讲 有一些在网上的一些自媒体 他们在报道新闻啊什么 他们常常突出就说 哇 美国这个社会多么败坏啊 多么堕落 多么不好啊 就是说 这个美国他就是要灭亡了啊 衰败了啊 但是为什么 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倒下呢 前几天 五月四号 是他们每年一次的全国祷告日 美国的国会定下 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为他们的全国祷告日 连美国的总统啊 最厉害的人啊 都必须遵守 是的 美国社会有很多的堕落败坏的东西 他们输出的 但是 耶和华神怜悯 他说只要找到十个义人 他都会宽限 不是说这十个义人 就使得那些恶人的罪行被抵消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因为有十个义人 耶和华神愿意宽限 愿意给这个十个义人机会 去影响他们周围的人 再救多几个 哪怕多一个 传福音 拯救人 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尚且如此 何况一个家庭呢 弟兄姐妹 你跟我 我们是这十个义人吗 神看新加坡的时候 他能够找到 十个义人吗 神看你的家庭的时候 他能够找到 有一人吗 神审判来临的时候 你所亲爱的 你所关心的 会得到神的宽容吗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要感谢你 原来你是这么 这么宽容人的神 原来你审判你公义 但是你不愿意 一人和二人一起沉沦 一起灭亡 原来你宽限又宽限 你不是单言 你是宽容我们 主啊 求你怜悯 使我们能够抓住你的心意 能够警醒度日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世界带导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